二月十一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权权大使 哈基特瓦塞伊德特瓦 携使馆外交官员 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 主席和大使都表示相信 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友谊 将会不断增进和发展 南州化学工业公司合成安厂 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生产形势 职工们以革命的精神增产化肥支援农业 领导干部跟班劳动 抓生产中的薄弱环节 这个厂组织了设备维修专业队 提高检修质量 大挖设备的潜力 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职工们大搞技术革新 提高了产量 今年一月 化肥产量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份 增加一百多吨 降低成本百分之二十以上 浙江省温州机械研究所 在温州机械厂和造船厂的配合帮助下 制造了农用西河泥船 在南方水网地区 河泥是很好的天然肥料 用西泥船积肥 省劳力功效又高 西河泥船 西河泥船还可以做动力运输用 它可以把河泥送上岸 西河泥船在积肥运动中 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广州市内许多河道淤积了很多污泥 广州各界人民大力支援农业 最近展开了卫生积肥运动 解放军官兵 机关干部 职工 学生 居民十八万多人 投入疏通河泥 清理淤泥的战斗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 干劲十足 想出了各种办法 把淤泥送上岸 运网人民公社支援农业生产 辽室 辽宁省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机械厂 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 几年来 职工们坚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生产了适应当地特点的二十九种机具 开钩梯梨是制衫用的 这是锋利提水机 马拉起地瓜梨 马拉起地瓜梨 地瓜切片机 他们做到了 农民要什么就做什么 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 他们下乡进行操作示范 传授技术 还上门修理 农民称他们是吉时语 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新安江水电站 为附近广大城乡提供的强大电力 以达数十亿度 相当于解放前浙江省四十一年发电总量的好几倍 这里又架设了第二条二十二万伏超高压线路 这里的一些农村人民公社修建了电动排棺站和各种中小型的电动加工厂 他们已经开始采用电动机械 促进了农业生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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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1965年全国滑雪锦标赛 1月24日到28日 在吉林省通话市举行 这次比赛 检阅了我国滑雪运动的实力 涌现了大批优秀少年选手 运动员们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各项成绩普遍比去年好 1965年全国速度滑雪锦标赛 1月3日至10日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 牡丹江选手王淑源 以5分21秒3 打破了3000米全国记录 并取得四个单向第一 第三次荣获全国女子肃华全能冠军 鹤岗市著名选手王金玉 在青年男子组比赛中 刷新了5000米和1万米两项全国记录 王金玉 以182.316分的优异成绩 赢得了1965年全国男子肃华全能冠军 这个成绩超过了去年的世界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